我们知道一个伟大的人 如果讲你伟大你会觉得不好 不好意思 但是真的是伟大的人 一个伟大的人 他是不是自私的 除了他自己要发挥自己的偿才以外 他还会照顾到其他的人 尤其会提息后进或是照顾一些晚费 或是还有百年数人怎么样给国家培养人才 这都是很重要的 我们传承不能说到我这边就停了 是不是 要传承是很重要 所以可以想见当时在大家都不懂的 什么叫做视觉传播的那个时候 您能够有这种的眼光 再加上当时一定是推展也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这是什么 所以您能够破除万难 把这个学校的科系把它做得这么好 后来变成一个模范 好像很多学校都来跟您请教很多方面的 当时因为我们创办的最早 那我们用了很好的设备 包括我们的摄影设备 都是用哈苏品牌的摄影设备 然后我们用很多非线性剪辑的摄影棚 商业摄影棚等等 甚至我们还有用电脑来做摄出成型的设备 所以因为设备很好 实质也很多元化 那很快就让社会认同 加上我们系参加了一些国际比赛得到优秀的成绩 所以教育部就把我们系当作是一个重点辅导跟模范支持的一个系 每年给很多的补助款 那我又跟很多的这个业界建设合作 比方说有个宏广公司专门做迪士尼的那个动画的公司 我们跟他合作 那他们也捐赠了很多的2D的这个绘画的这个设备给我们 那因为跟业界互动很好 那实施设备加上学生的努力 还有社会给我们的掌声和鼓励 所以做的还可以了 那每年都得到教育部的这个优等这个鼓励的一个科系 那作为示范的科系 所以有很多的其他学校就来向我们这个 讨教 不敢讲讨教 就像我们切磋 后来我知道很多学校都设立这个系 这个系确实是对社会有帮助 因为学生他可以到各种地方工作 比如电视台 还有现在高科技公司 我知道我很多的学生到高科技公司里头做网络网页的设计 还有动画设计 甚至我的学生还可以做像那个什么阿凡达 这种3D 4D 5D的电影 我学生已经在做这个东西了 那还有的到包装公司 广告公司 那甚至后来去读了室内设计 建筑设计 也用这个技术来做这方面设计 那甚至还有人做舞台设计 用MAYA的动画的软体来做舞台设计 做电影设计 这出路蛮好的 那您这个也功德无量 因为我们现在台湾的动画 后来就是非常的很进步 很蓬勃 很蓬勃 很进步的 像迪士尼很多的影片 其实他们是在台湾家里做的 在台湾做的 我们台湾其实自己也可以做自己的卡通片 都可以做 不过就是好像在我们台湾地区的那种脚本故事 故事比较 所以当时我曾经鼓励我们一个朋友的小孩 我说你去编剧 你去学编剧 这个将来是非常好的一个出路 那当然了 每一个科目都必须要有 有人在后面幕后很努力在推动 所以当初有您这样子 还有您的学校的这么样的支持 成立这个科技 对我们后来整个台湾的动画的生态 一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其中有一个最明显的帮助就是游戏 就是那个电动游戏 对 我的学生很多做游戏的设计 那这一方面的人才 其实对我们台湾 未来是很有发展的潜力 跟必须要朝这条路走 因为我很多学生都是上了文化创意产业这个路线 我觉得台湾将来就是要用人脑来赚钱 用智慧来赚钱 那这方面典型的就是文化创意产业 我想台湾有这方面的师资跟人才 还有政府也应该会大力的支持 我们台湾的学生 就是我们一般的年轻人都很聪明 我记得那时候大家出去参加这个什么技能竞赛 那时候我们国家这个科技没有这么好 就是大家用的那个用具都是蛮落后的 不是他一出去一看到 人家别的国家用的那个什么 所有的工具设备都是最新的 而我们这种都是很落后的 可是我们都拿回好多金牌 这样让我们真的觉得既佩服这些比赛的学生 又心里有很多的不舍 觉得好可怜好辛苦 就跟他们更佩服 所以这样又增加我们这个当老师的人 或者教育从事教育的人 更应该要多去为这些孩子铺更好一点的路 所以当时有您这样子的 这么样的先进的想法 以至于一个造福后面很多的学生 不敢当 我想刚刚孟老师你讲得非常对 尤其是孟老师在教育界待那么久 很关心这个教育 事实上我觉得孟老师的这种想法 应该是要让政府重视 多拨一点经费 在这方面多给点鼓励和爱护 这些东西其实对台湾未来的经济发展 是很有帮助的 是那是对对对 所以我们这个朱老师 他不是只有做他的景观设计 或是他自己画画 但是他对后进的关怀 也是非常的用心的 那我现在有一个感觉 我想您也有这个感觉 就是现在的年轻人用电脑 用得非常的顺手 像上一次我们访问那个王鼎 王大师他的手绘的那个草稿 非常的精彩 那我们朱老师 朱老师您的画也画得非常的精彩 当时设计的这些花园 那也都是用手绘 用水彩手绘 因为我在小的时候跟年轻的时候 很喜欢水彩写生 我把这水彩写生这个小小的技术 发挥在景观设计上面 非常的好 对 那但是现在的小孩子 他们手头上的功夫 是差了非常多了 差了很多 可是呢 我听您说 您把以前的这个 手绘的这个水彩 那么宝贵的东西 都把它烧掉了 剩下几张 这实在是非常 让我惊讶的 那我们等一下 在下一节 您要多跟我分享 您这个心路历程 好不好 好好好